浮夷建伟满洲国 我跟你讲 他身边的人都是台湾人 目前有名有姓的调查超过5000人 5000个 好 大家一定觉得 那个时代从台湾去 一定是落魄的 逃难的才跑到东北去 错 去的都是台湾的精英 台湾的大咖 台湾的大商巨股去的 有5000个人 对 好 我跟你讲 这超过5000人呢 大部分分为三种 第一种大道成的商人 大道成 对 原来 第二个医生 5000人中有一千个是医生 是假的 一千个医生 一千个医生还得了 第三个就是工业人才 当时成大的前身 台南高工几乎举校都跑去了 为什么 台南人很多跑去了 因为当时在台湾 他们不能从事重工业跟通信这些东西 都日本人把持了 所以他们就到东北去了 所以你说你在台湾学机械 你在台湾学工业 你要真正去接触那个大工程 要跑去东北 我跟你讲 讲个最简单的 他们到那边之后 满洲国的电信局跟电话局 通通被他们把持了 21个人在那边当主要干部 你说电信局跟电话局 都是台湾人 居然被日本人评估 全日本的医学院比较 他在排名前五名 排名前五名 好 其中注意看 这个人叫黄子震 黄子震 辅仪这辈最相信的人 就黄子震 对 他是他的御医 他是台大心理系教授 黄光国的爸爸 他就是黄光国的爸爸 黄光国的爸爸 他是辅仪的御医 辅仪那时候在东北 什么身体不好 有心事都跟他交 黄子震 好 我另外讲讲 他以为这些医生都了不起 我再讲个张七郎好了 花莲张七郎 张七郎他是虎口的望族 不要忘记 他爸爸因为跟那个马接很好 所以全台湾第一个客家的教会 就在虎口张家做起来的 张七郎是医生 他后来回来第一届 花莲县议会议长 后来竞选花莲县县长 所以去的医生都是很厉害的 好 为什么 我问你一个问题 为什么这么多台人会到 尤其是大稻城的商人 为什么都去呢 关键人物是这个人 谢介石 谢介石 他是谁 他是府仪的外交部部长 他是委满中国的外交部部长 外交部部长 我跟你讲 他本来在大稻城 后来首相伊藤伯恩来台湾 他做翻译 伊藤伯恩就很喜欢他 你到日本来 他到日本去留学 留学之后 就到了东北去 府仪就弄了他外交部部长 他就在东北弄了一个很大的台湾人协会 所有台湾人来就住在这边 我招待你吃住 所以他搞了一个台湾会馆就是了 对 台湾会馆 那谢介石为什么会到东北去 有两个关键人物 第一个是王湘禅 王湘禅 王湘禅 大家观众一定要看清楚 他是谁 当年1930年代 台湾三大美女之一 真的 台湾第一名忌 对 那个忌不是忌 就是忌忌那个意思 对 台湾第一 而且台湾的忌忌 他会唯一个会唱全本精细的 是假的 他会唱精细 所以台湾人也喜欢他 外申也喜欢他 对 好 那谁很迷他呢 连恒很迷他 连恒很迷他 连恒从大陆每次就回来 专程去看王湘禅唱歌 连恒就是连战的主妇 是 他回来就要听王湘禅唱歌 而且他把王湘禅收女弟子 他教他离烧吃金 好 那王湘禅当时就有点想要嫁给连恒 差一点就成为连战的祖母了 但是连恒没有要他 没有要他呢 王湘禅就嫁给了谢介石 他嫁给谢介石 对 谢介石就说 你为什么嫁我 他说你将来一定会有出席的 他说你为什么看我一定有出席 我看你这个人 一定有出席 但是我要到大陆去我没钱 王湘禅说这是我的私房钱 五公斤的黄金 五公斤就拿给他了 给了谢介石 给谢介石 所以谢介石才能够到大陆 他到大陆先投奔连恒 连恒以后带他们两个 到了东北找了富仪 所以他当外交部部长 好 他当外交部部长以后 我跟你讲 陆陆续续大咖 一个一个全都去了 台湾就跟着过去了 第一个 陈重光去了 养乐多的创办人 陈重光也去过东北 陈重光的发迹 就靠东北了 真的假的 他不是去创办养乐多吗 他去住在台湾会馆 他每天就打麻将 四个人打麻将 一个他 一个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御医 黄子镇 一个是谢介石 他们四个人打麻将 还有一个谁 陈锡青 我一定要跟你讲陈锡青 陈锡青是教育师师长 教育师师长的台湾人 教育 你看外交在台湾手里面 教育在外交手里面 陈锡青后来回台湾 第一任 张化县县长 是假的 还没完 他还连任第二任 还连任第三任 所以他是最早的张化县县 所以你看 这些都是精英人士 好 陈重光他们四个打麻将 突然间谢介石给他说 这个 重光啊 今天喝白开水好不好 重光说为什么喝白开水 他说我茶叶没有了 我们都像福建买福建的茶叶 没进来 从来听 马上一个电报 叫大大城 八百箱茶叶送来 八百箱一到这个 东北 东北 瞬间卖光光 哇 陈锡青一看 生意太好了 就开始全力把大道城的商品 全部都弄进东北去了 所以大道城的茶叶就大量卖到东北去 1931年 东北跟台湾的贸易额是多少 多少 零 没有贸易 没有贸易 1937年超过三百万 在那个年代三百万很大 是哦 才六年时间 第一个人就是重中光 重中光就因此自负 第二个人听到消息 插一脚陈茶某 也把大道城的东西拿去卖 当时重中光叫香蕉大王 陈锡黄是香蕉大王 当时因为他把香蕉跟茶叶自负 陈茶某当时叫清果大王 他把蔬果全部弄去东北 所以东北人吃了香蕉茶叶 喝了茶叶 都是台湾去的 都台湾去了 好 这时候又一个人加来了 孤显荣 孤显荣跟东北有关系 孤显荣我告诉你 他把一 不但他厉害 他把台湾东西弄过去 他把东北的一些大豆啊 油啊 弄来台湾 所以孤显荣赚更多 他是 反向操作 反向操作 把大豆跟油弄过来 东北的大豆最好了 东北的大豆最好 所以台湾以前 从来没吃过东北大豆 台湾吃到东北大豆 就是孤显荣 所以你看 他们这些有钱人 都靠东北发迹 最后一个 蔡杰森我一定要跟大家讲 蔡英文的爸爸 跟这个什么关系 蔡英文的爸爸 开玩笑 他到东北 大连跟青岛 学修飞机 像日本学修飞机 修飞机是到东北学的 东北学的 他修飞机 所以他后来 回来发迹就是 帮美国人修飞机 他为什么会修飞机 东北学的 所以你看 台湾的基因 台湾的大咖 台湾贸易兴盛 都跟东北有目前关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